以后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中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原来主耶稣基督在说这段话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他说出信仰不单止对我们个人来说 是一个让我们改变品质 是我们发光的设计 对于整个中派里面做领导的人来说 是一个无限的祝福 如果他们真的不装假的话 当然法律座人就不能做到这件事 他们放弃 甚至失去了这个无比的祝福 但我不希望在我们教会 慢慢变成一个中派 我们就失去这件事 因为我曾经分辨过一个讯息 就是说根本现在举世的全世界教会 任何一间教会超过600人 他们其实就已经是个中派 但我想你知道我们已经是2200多人 并且我们向着6000人 就是10个中派的尺寸去进发 所以没错 成为全职 成为教会的领袖 会有很多利益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慢慢追不上 我们要装假 为了就是维护这些利益 但是我想你知道这些利益 你千万不要计较 因为整间教会不是维系了你 壮年的时候的利益 因为实际上到我们老年的时候 我们也享受不了这些利益 整间教会神所设计的就是 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本质 在教会越高层的位置底下 我们改变的品质的程度就越厉害 而我们能够越发光 就在我们永恒里得到更多更大的奖赏 就像我们这两天说到关于灯芯 因为原来优质的灯芯 它们吸油和应用油去发光的程度 换句话说成为油的渠道 简直是好像管子一样 当你说到管子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会带出灯芯这个教导 因为原来在撒加利亚书 和在启示录 特别说到这七眼灯旁边 是有管子的 原来这个其实就是灯芯 因为原来好的灯芯 它不是一块布那么简单 它简直好像一个管子一样 直接将油能够发光 它们是油发光的最好的渠道 也可以说是油发光的最好的管子 最好的细节 而好的灯芯 甚至它能够伸得很长 它都不会将自己燒到变成灰尽 发到更多的光 所以我还未知道原来在整个家事奉 其实如我所说 是不可能任务 你事奉头的十年 可能有印有余 但是接着的每一年 你都觉得简直要不断鞭策你自己 就像在这间教会当中的我 每年神所给我的异象 简直我说出来的 时都会吓死我身边的人 无论是说过聚会也好 或者甚至我们见圣殿也好 又或者我们根本聚会一样东西也好 新的聚会模式也好 又或者教一些新的体系也好 都会吓死身边的人 但同样那些我对的人都是 很多时候会给他们的挑战 考试每年所教的新东西 不是一般常人是可以应付得到的 我说的是原来当我们是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跟着头的十年或者容易 但是后来的十年可能是越来越吃力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本质就改变 我们在鞭策当中 我们再不是应用我们年幼十几二十岁 跟着哥哥跟着姐姐跟着妈妈出身的这个品质 我们慢慢将我们的性格改变一身 将我们自己的极限慢慢推置到无限 我们慢慢越来越是为神付出 但都不会消毁 仍然会发光 在这个鞭策里面 我们的本质就随着神所给我们的意仗 和事奉去改变 这个就是神所希望的 当然如果我们装甲或者追不上 石安很快就会被淘汰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跟你们知道 石安就会在这么多年当中 未来的日子是为我们设计无数的崗位 因为原来可能最顶顶的这二十个崗位 不是永久性的 他们可能会每年或者十年就淘汰一次 让其他能够跑得上的人 在这个崗位当中努力十年 就好像硬的飞行一样 我们亲眼看到在我们赶轨的时候 我们会用硬的方式 当我们跪的话 由第二个补偿 其实为什么我们在人生当中 却不会容许人们在我们所爱的教会当中 为我们做这件事呢 我想你们知道 在由我开始石安的第一天 我已经预备定义 事实上我常常跟传威、展宁 或者Eddie说 我其实预备任何一天 哪个人在我身边的领寨比我更聪明 他就是坐这个位 一定的 因为为什么我不可以容许人们做这件事 我又不是为了任何自己的利益 而这个位 我根本就没有跟任何人争而坐上来 所以其实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 是绝对比我更加聪明的 因为我肯定要这件事的原因 就是我希望我所爱的弟兄姊妹 和这间的教会 能够继续为神发光 如果那个人无论在管理会 都比我更聪明的话 他就坐这个位 而实际上我想你们知道 教会的全职的身份 都应该是这样 这间既然是我们所爱的教会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孙将来都会在这里出生的话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黑暗的人去压住这个位呢 而黑暗的人很多时候 甚至是我们自己一家人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拿开 让其他比我们更加有发光的质素的人 去坐我们以前领袖的位置 去祝福其他人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理的话 我想给你知道 你永远在信仰当中 都为你存留在永恒里面 难以数计的祝福 而不会像我所见的 很多人 总之他们做到 好像香港的最下流的黑社会 或者这些市井流民一样 他们发觉这间教会 拿不到利益的话 他们就要毁灭这间教会 那你就会留意 咦?那他们开头 或者未必是这么临 但很明显在他临跌倒之前 他们已经看这间教会 是一个私人的利益 而使得他没有这个私人利益 他觉得一定要毁坏这间教会 看到很可悲的事 因为这间教会 永远都没有办法被他们毁灭 但他们这样做 第一时间 就毁灭了一万人 或者十万人 都没有一个人拥有的 永恒祝福 因为他不知道信仰 是在乎我们内心的内涵 和品质 所以就让我们 在我们人生当中 要用这个观点的角度 去看神的家 当这样的时候 发力作用的系统永远不会存在 而主耶稣和神所期待的教会模式 一个登台的模式 一个整间教会成为一个流通管子的模式 就是每个都能够发光的模式 就正式地诞生 以后福音第八章 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再黑暗泪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愿生命的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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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初天主地发多明热 杀了我冲心 愿生命的旅行的旅行 愿望你细停 监察这心意 杀了我 要坚守 这真的话语 愿你胜利 不就好 一声乐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